感谢观看,远观看此士兵的您,永远健康,幸福,快乐。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的区推进,1月下旬,红军到达贵州省洗水县,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洗水县土城镇,以东为奸,或者击溃为追之敌,以保证红军下一步顺利度过长江,北初四川建立川峡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这一仗是我军历史上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恶战,包括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一任总理周恩来、两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杨尚昆、七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骆荣环、聂荣珍、叶剑英、以及陈庚、宋仁琼等200名将军都参加料战斗。 1月27日,二局情报局、过西川军郭勋奇、攀左两个旅四个团向土城包抄过来,并抢占以土城州五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丰奉等高地,企图维坚中央红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此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土城战役。 军委命令红三,五军团战据土城以东二道次宫离处两侧有利地形,红九军团和红一军、团、二师、丹、人走绿背队。 百开决战架势,1月28日晨午时,土城战役打响,彭德怀、董镇堂分绿红三,五军团在青杠坡首先向郭,他两旅的结合不发起攻击,战役随之展开,于敌基战于石高嘴、尖山子、老鸭山、猴子、亚本高地。 川军战据南部更高地形拼命抵抗,经过连续几个小时巨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 后来从抓获的俘虏三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刺各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莫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而且川军的后续部队还在远远赶来,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庚,宋人穷率领军委纵干部团上前增援, 朱德总司令在清零前先指挥,弹部团在成功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廖阵脚,毛泽东审实度是,吉令人以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义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廖阵地。 由于战斗陷入廖焦住状态,双方伤亡都很大,战局对红军不利,这一仗没,能达成监验土城附近的川军的战术力图。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四度赤水的神来之笔由此拉开廖序幕。 土城战役和之后的四度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角战役的方法,就是辩阵的战围运动战,争取主动。 在江西指挥第三次反围角战役时,红军在高新围战斗也和蒋光奈,太平凯的十九陆军打成阵地战,伤亡不小,但红军把十九陆军打残后,迅速秘密激动,千里奔袭福建,取得廖反围角的重大胜利。 所以土城战役转化为四度赤水,就是毛泽东重拾运动战的经验。 从局部看,高新围战斗和土城战斗对红军来说都是不利的,伤亡过大而没有歼灭敌人,但从战役全局看,却是便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节点。 再次感谢,喜欢的可以订阅哦,感激。